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知名游戏公司玉璧于日前向洛杉矶联邦法院提交起诉书 指控苹果和谷歌两家公司销售旗下游戏彩虹六号围攻的抄袭作品Area F2 对此爱立游戏旗下的广州检阅新西科技有限公司回应称 Area F2项目由检阅团队历时两年重金自主研发 不存在侵权 5月16号下午玉璧官方也正式回应 玉璧团队投入多年的人力创意和资源 彩虹六号围攻才有了今天的成功 我们对进行中的诉讼不做评论 只能说我们会全力保护属于我们的知识产权